摩肩擦肿哪隔得出社交距離 走到哪都是人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警告狂想就怕群聚出大事 台中同仲和医院副院长吴兆兴 自比心灰意冷的急诊师医师 边走边吃 那又人挤人 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 边走边吃的飞沫 它的喷溅距离 其实会到达一两公尺 这种话批评 当一回事很难吗 不禁感慨 昨天的台湾是一个月前的意大利 与意大利的例子 因为它的人民 它还是自由惯了 他们还是不戴口罩 他们还是喜欢人潮聚集上酒吧 所以他们从2月20号的11个 到3月1号就超过1000个 到现在我们都知道 它是全全世界死亡率最最高的地方 尴尬的是自家医院举办的员工旅游 38人也在肯丁 他解释员工旅游半年前已排定 原定越南旅行改为国内肯丁 严格要求同仁用餐分批分段 口罩要戴好 避免往人多地方走 但医界不止他感到忧心 陈志津直接点出 4月10号CDC记者会能见分晓 因为最多人潜伏期落在5天左右 加上两天检测 估计4月10号前后会有答案 就怕廉价后疫情挡不住 副棒金控开第一枪 廉价期间员工或员工亲友 由警示景点旅游室 4月6号到17号改为居家办公 并对内启动旅游足迹调查 防疫拉高层级 不让病毒钻任何漏洞 三新闻郑陈一杰台中报道